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却是格外珍惜体制内的工作 他身边的同学赵薇 黄晓明 陈坤无不是出去拍戏 正知名度 他却另辟蹊径 考入了总政话剧团 而正忙着搞事业的两个人 一定想不到命运让他们因为近东而产生了交集 在外独自闯荡的江山 由于天赋异禀 很快便迎来了他的春天 当赵宝刚导演正为过把隐的女主角范畴时 男主角王志文略以思索 便把自己的台词课学生江山推荐给了导演 这一大胆的举动意外成就了江山 剧中矫情又可爱的杜梅风情万种 轻易间就掳获了观众的心 可以说当年没有女的没剪过杜梅头 没有男的没暗恋过江山 而江山和王志文这对 最佳迎平情侣也被传为佳话 只是好景不长 1996年被当事人江山亲手掐灭 无外乎其他 只因为他与高曙光闪婚了 他与高曙光阴系 我想有个家生情在大家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领证了 速度之快令人扎折 三年后他们有了可爱的女儿 在商量女儿的名字时 两人一拍即合 咱们女儿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就叫一心吧 合起来就是恋爱的恋 寓意多好 那时沉浸于美好家庭的江山也没想到 女儿一心道成了他下一段恋情的阻碍 此时的晋东刚刚步入了中系校园 准备在这里大展宏图一番的时候 关于他是这一届新生中年纪最大的小道消息 已经传得满天飞 困惑不已的晋东尽量让自己低调 用实力 作品说话 四年后 刚毕业的晋东正落寞地找工作 思考自己究竟该何去何从的时候 彼时的江山也陷入了同样窘迫的境地 他和高曙光从一开始的无话不说 变成现在的无话可说 从相濡以沫变质成一地鸡毛 从心动的爱情演变为紧密的亲情 江山受不了婚姻变得如此麻木 所以他们走向了离婚这条路 这对爱自由的江山来说 这一步实属必然 离婚后 四岁的女儿一心交由江山抚养 她喃喃自语 以后怎么办呢 相比于江山感情失忆 李家却是质得意满 她凭借暖这部电影 一举斩获多项大奖 其中囊括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水灵俏皮 清纯美貌的李家被观众们记在了心里 自然有不少观众们向李家求爱 富商郭少辉便是其中一员 不过他也没料到 自己竟为了未来的老公 甘愿放弃他最爱的演艺事业 洗手做羹汤 2003年李家结婚告知好友们 朋友们 我结婚了 他 郭少辉 很完美 现在我很幸福 李家的好友们一个看一个 一脸震惊 你怎么这么早就结婚了 我没做梦吧 李家一脸吃笑 当然没有了 你知道吗 他也是云南人 在北京找到一个云南人 很难得的 说着他又窃喜 看来我和他真有缘分 谈到李家和郭少辉的开始 无非是两人相识 郭少辉发起温柔公事 送花 关心两不落 李家沦陷 两人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结了婚 那时的李家 前途正是大好 就那么一股脑的跟郭少辉回家 做家庭主妇了 并非是李家贪图郭少辉的钱 乐于享受安逸的生活 而是郭少辉不愿意看到 自己的妻子跟其他人亲密 李家变半放弃了事业 一开始的李家 还能忍受得了没事可干的寂寞 贴心地为丈夫收拾房间 做些家务 后来的他愈发难受 像是被倦养的 金丝雀 没有自由 没有自我 他打算跟郭少辉 袒露心扉 重新演戏 却没想到 鸡同鸭讲的无效沟通 让他们都火冒三丈 十日一久 郭少辉也发现了 李家低落的情绪 语气生硬地退了一步 如果你想拍戏 那就随你吧 听到这句话的李家 如同重获新生 但他复出后 无戏可拍的困境围绕着他 谁能想到 当年的影后 现在竟在跑着龙套 出演着无人问津的角色呢 但倔强的李家 一点都不难过 他坚信好运会降临 而此时的 天涯沦落人 近东也在卑微地演着小角色 他们并不清楚 冥冥之中有一条红线 将他们缠绕在了一起 反观这边的江山 他并没有因为离过婚 而魅力利剑 依然疯姿绰约 就连汪涵老师都赞到 面对江山的美 仿佛世界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被原谅 可见 为他动心 勇敢追求他的人不在少数 他却没想到 自己竟会喜欢上了戏中的 儿子 2006年 江山和近东 共同合作拍摄一部戏 悲情母子 戏中母子的他们 如天雷沟地火一般 爱上了彼此 但热恋的他们 并不知道他们的结局 映照着剧名 悲情 相差九岁的鸿沟 并没有让落入爱河的他们 有丝毫动摇 他们依旧约会 烛光晚餐不辣 随着恋情被曝光后 女强男弱的情况 让许多媒体们 网友们猜测近东人品 调侃他 尸乃杀手 没有人看好这段恋情 但他们的感情越是被争议 他们越是亲密 没过多久 江山和近东同居 时时刻刻都想黏着对方 同居的这五年里 江山把女儿一心 送去了美国读书 和近东商量 等我们事业都稳定 就去美国发展吧 孩子在那我不放心 近东自然随江山 可以啊 我听你的 五年间 近东无数次 想要与江山更进一步时 两人总是因为 各种不同的原因 不在一个频道上 于是近东 无比期待时机成熟的那一天 他拼命接戏 企图将自己的事业拔高一点 稳定一点 2009年 日出中方达声 让近东小小的火了一把 特殊争夺中 英气逼人的地下党月阵盛 让他走到了大众面前 许多少女生 被他风神俊朗的外貌所获 就在他们都觉得 时机差不多的时候 女儿高一新 给江山出了个大难题 他不喜欢近东 甚至颇为抵触这位 后爸 可近东该做的都做了 他把他是做亲生 却还是没能改变 高一新对自己反感的态度 加在女儿和近东之间的江山 一度崩溃 他劝执拗的女儿 接纳近东 女儿丝毫不买账 他也没有什么立场 让近东再退让 两面为难的江山 只好满含歉意地 跟近东道歉 便想跟他分手 探完牌的江山 回想起他和近东的 甜蜜生活后 不免痛苦不堪 而另一处的近东 也不好受 庞佛陷入了一场 自我怀疑中 为什么我不招孩子喜欢 如果我招孩子喜欢就好了 2010年 当近东 江山两人沉浸于分手的悲痛中 李家也与自己的富商老公离了婚 三个人在这一刻 全都自由了 提前退出这场博弈的江山 与女儿远赴美国 消息见少 而留在国内的近东和李家 却奇妙地撞到了同一个剧组 青春不言败 或许因为两人都情场不顺 他们的气场莫名的契合 33岁的李家和34岁的近东 渐生情愫 他们恋爱了 一个化为明媚 娇羞少女 一个化为耿直有担当的大男孩 李家沉溺于恋爱的甜蜜 而近东包容着他的小女孩新兴 两个人的密室多到数不清 比如他们两个都很喜欢摄影 李家便买了台相机送给近东 近东真知重知 不由感慨 爱情不就是两个人双向的奔赴吗 然而在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 却遭遇了见家长的滑铁炉 近东和李家寻思着 结婚呢还是得让家长们见一面 将我们的喜事广而告知 却没想到 他们两个人跟家里一宣布 纷纷炸开了过 近东家里人不懂 他前途明朗又俊俏 怎么就想不开 找了个离过婚的女人呢 不单单是近东家里 李家家里人也不懂 咱们李家都离过婚了 他可没结婚的图什么呢 但家里长辈也左右不了 小辈们的意见 劝归劝 最后结局如何 还得看他们能不能坚守住本心 见过大风大浪的近东和李家 压根就没在意 对他们来说 有长辈的祝福固然好 但没有也没关系 不强求 毕竟日子是他们俩一起过 他们认定彼此就好 2011年 两人结婚的消息密而不宣 网友们都被蒙在鼓里 只见近东和李家二大夫妻 才有人回过未来 网友们 心碎 不平的声音此起彼伏 但近东用强有力的 宠妻做出了回应 婚后的近东和李家恩爱有家 孕育了两个儿子 近东平时会陪孩子们玩耍 给李家揉揉肩 翘翘腿 给他极致的浪漫和安全感 每年李家生日 近东都会发一篇几百字的微博 其中爱意满满 幸福感十足 2013年 近东公开发微博 维护家人和孩子 关于家人和私生活 无意与任何人分享 不要骚扰他们 话说回来 与李家结婚后的近东事业宛如青云直上 出演了不少经典剧集 温州一家人 伪装者 狼牙榜 我的前半生 随着近东事业的高速发展 李家再次回归了家庭 只是这次不同的便是他拥有近东的包容和爱 足以抵抗一切生活琢碎 不得不说这次 李家嫁对了人 嫁给了近东这样的有安全感的好男人 网友们也纷纷直言 李家上辈子拯救了银河戏吧 相比于李家和近东的美满 江山也为女儿高一心 一天天长大而骄傲和自豪 2017年 江山参加综艺 跨解歌王 一举夺魁 在发表改言的时候 公开了新恋情 最重要的是感谢我的爱人 神龙见尾不见首的新男友 终于在网友们的通力合作下 霸出来了 他就是田小杰 江山生日那天 微博上田小杰发了条微博 生日快乐 小木偶 江山回复 谢谢掌柜的 其中小木偶 掌柜的应该是他们两个的昵称 据说 江山女儿高一心也很喜欢田小杰 期待他们的好消息 如今 他们三个人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虽走向意料不及 但却是真实过往 于华有句话说得好 回想中的往事已被抽去了当初的情绪 只剩下了外格 对于他们三个人而言 往事如烟 随风而散 他们已向前看 我们也不需沉溺 好好珍惜眼前人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